葛熙跟刘爽 在观看画像的时候 刘爽非常的 我想知道 他那个是感动 还是这些细节 对他来讲是压力 刘爽感觉很爽 对 我们接完 又爽到 又传神 又在了解他的喜好 又在投其所好 而且还记得 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穿的衣服 上面有小猴子 你看 所有这些东西 就让刘爽再次确定了 其实他是爱我的 他不会离开我 其实他们两个 互相超级了解对方 对 葛熙其实在画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他就喜欢不一样 所以他们是 非常了解对方的 两个人是都很清楚 所以最了解对方的人 可以同时让你爽 也可以让你不爽 因为他对他够了解 但他俩 我其实前面在看 刘爽跟梁亮的时候 他们俩都说 自己是忧郁的 两个都是黄的 但是非常不一样的是 就是麦麦会选择 去打压他的那个 不露 就我蔑视他的孤独 但是那个 葛熙其实是很保护 那个刘爽的 那一份不露的 我觉得葛熙超爱的 真是 其实我以前 最开始看的时候 我觉得葛熙真的是 就是没有爱意了 我一直以为他心死了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代表刘爽太厉害了 就他居然他看葛熙搞不好是 最准的 就是他是真的不会走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应该会离婚 每天都在讲会离婚会离婚 只有刘爽特别悠哉 我是听到这个葛熙自己说 他曾经有过好几年 其实努力做这个刘爽心目中的这个好妻子 按照他的形象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那几年 这个葛熙应该是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了解刘爽 所以我觉得他所有现在表现出来的是在过去几年里面 他所累积下来的这些经验 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比如说你有一条狗 你正要摸这个狗哪儿 这个狗最爽 对 是吧 其实是一个他习得的一个经验了 对 所以我觉得葛熙现在不是爱不爱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 葛熙开始觉得这个付出是不值得的 因为我在牺牲自己的时候 我不仅没有得到回报 我还损失了钱 甚至我都不知道你爱不爱我 所以当他问刘爽说你爱不爱我的时候 刘爽说他第一次有点慌张 我觉得刘爽原来的假设是 那你当然是知道我爱你的 所以你才这么爱我吗 你不就是因为我爱你 你才这么的来对我好吗 现在原来你已经在怀疑我是不是爱你了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里面有一个信息错位的地方 就是葛熙受采访的时候他哭了 他说他不要跟妈妈一样 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 可是最后却是这样子的结局 葛熙已经再次地表达这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我给他一个机会 然后我就是释出这个善意 我们再走最后一次机会 可是感觉刘爽真的没有觉得 但关键是他这个就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这个事刘记手知道吗 他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对 也就是说可能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虽然葛熙做好了要离开的准备 虽然他们空间做了划分 但是刘爽会觉得我一直是这样的 那一直是我没有变过 我既然没有变 我也没有变得更糟糕 我只是躺平了而已 那你怎么会变呢 但这些其实都是一种猜测 但我觉得像这种情况真的好普遍 真的很多人离婚好几年 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离婚 这些所有的焦点 我听到现在所谓的互相了解 都是关于刘记手 我没有听到过关于葛熙的东西 对 我觉得他们的默契是完全建立在 葛熙非常知道刘记手想要什么 刘记手也非常知道 葛熙知道我想要什么 从来没有落在葛熙想要什么 所以你看葛熙说我的自我丢失掉了 他就是个自我丢失嘛 那这件事情就有一件事情 叫做我已经想清楚代价了 对 就一旦想清楚代价了 我要跟你离开了 那就是绝对的新闻关了 对 代价没想清楚都还有得挽救